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就在美中双方紧锣密鼓筹备川习峰会之际 台北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副书长苏瑞仁投书纽约时报 强调将台湾视为要求中国大陆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的筹码 是相当危险的做法 这位台北官员在题为台湾观点的文章中指出 利用台湾作为美中讨价还价筹码 不仅破坏台湾关系法 也向外界传递美国为交易牺牲盟友的错误信息 势必损害美国在亚洲的信誉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在不同场合谈论过一个中国的问题 但各界对于台湾筹码或棋子的怀疑始终挥之不去 那么台湾官员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以这种直率的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 川普总统会不会以台湾为筹码与北京做交易 一旦美国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 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从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参与节目的是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 黄教授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坐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嘉宾 是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 刘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您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收看 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好我首先请教刘平先生 这个台湾驻美国代表处的官员 他直接警告美国 不要在美中交易中牺牲台湾的利益 这种做法常见吗您觉得 为什么台湾官员要发出这样的警告 好的官员投书其实是外交工作的一环 因为他不但要和美国的官方打交道 要和美国的国会议员打交道 和智库打交道 也希望在民众中间能够凝聚出 这样的一种形象或者这种声音 所以透过这种投书是表达台湾的关切 而对于台湾会不会成为筹码会被出卖呢 这确实是台湾现在非常重要的关切 所以在这个时候 透过这样的方式 他必须要表达台湾的这种心声 那么我们请教台湾的黄介正教授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台湾政府这样做 是不是他看到了什么直接的威胁呢 我觉得是从两个角度来看 成分上面我觉得由台北中央政府 直接下指令要求外交系统 在海外来做这个投书 针对的这个可能的川习会 开始在美国的媒体投书 我倒觉得成分比较少一点 那么反倒是就是 我觉得是在驻外的单位 可能希望那么在川习会即将 有可能要进行的之前 能够提醒美国的一些读者 以及美国的大众 那么在这个两个强权交汇的时候 不要拿这个台湾做一个牺牲品 这个就情理上面来讲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我个人不会特别去解读说 这个是台湾处心积虑要安排的一种论述 有分析人士认为 说其实外界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担心 是由来已久的 那么早在他当选之后还尚未就任 他就川普总统他就触碰过这个一中问题 比如在几个月之前 那个时候他说 我看不出有任何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必要 然后除非我们能得到某种好处 当然了大意就是这样的 那么当时许多人 许多国际社会上的人 包括台湾人都欢欣鼓舞 认为这是川普挑战一中 但是也有人当时就看出 这里边是不是有把台湾当成谈判 筹码的一个意图 那刘先生我请教您 您怎么看川普先生当年 对于一中问题的这种表述 是您刚才提到当时讲这个 等于是来挑战一中政策 后来有人在批评他 说他不懂 他说我很懂一个中国政策 不过有一位做过美国副国务卿的 志愿一位官员 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讲 他说他的理解是川普不了解一个中国 到底怎么回事 原因之一就是川普从来没有从事于公职 他和中国之间在政治方面的联系 也是微乎其微 所以你要是说他很了解一个中国 恐怕不容易 所以台湾确实如您刚才所用的那四个字 开始的时候欢欣鼓舞 但接下来台湾就非常低调 低调的情况从几方面可以看出 一个是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过境的时候 非常低调 包含选择的城市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反对的 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 来美国参加这个各样的活动 就职大典那一天 他不在华府 他没有来参加就职大典 因为本来要邀请他来参加就职大典的人士 就希望台湾不只是执政党低调 反对党也要低调 所以台湾了解到 就是在美中之间的 这种大国之间的来往 会不会出现交易 而对台湾造成伤害 台湾必须要审慎以待 所以台湾的做法是非常低调的 那我请教黄教授 有人说川普总统是一位商人 商人出身的总统 那包括台湾利益在内的任何事情 也都可以拿来作为一种谈判的筹码 那黄教授您对川普先生的这种看法 外界对川普先生这种看法 您有何评论 我个人觉得刚刚这个刘平兄讲得很对 就是川普他本人 对于这个一个中国问题本身的敏感度 以及这个过去这么多年来 这个美国和中国大陆 因为交流所慢慢慢慢磨合出来的一些 彼此的谅解 可能知道的不是特别的深入 但是我相信川普可能会有很多人跟他讲 就是说包括中国大陆自己也都会讲说 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 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那么从谈判的角度来讲 川普他如果有一定的讯息 想要让北京接受到 而且非常的重视的话 他随时可以把台湾拿来当作一个 调起中国大陆重视和警觉的 注意到他的要求 或者是他的想法的一个工具 但是基本上这样做 对台湾来讲不公平 也容易使台湾受到伤害 那么台湾本身并没有 也不希望美中之间 把台湾当作一个筹码 或者是谈判的条件 本身台湾不是一个标的物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线上 要求加入我们讨论 我们先来接听电话 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们 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你好 你好 特朗普把台湾当作筹码 提出我要一个中国的概念 这是错误的 杨介石总统在半岁台湾的时候 也曾强调指出 强调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杨介石总统还要把握大陆呢 对 好的 我们了解您的看法 辽宁的孙先生 我们了解您的看法 您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呢 川普总统拿这个问题来当筹码 不对 好的 河北的张先生 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中国的有些学者 总是与特朗普先生是商人来说事 我认为这是不客观的 特朗普先生是当过商人 但是商人就不懂政治也 并非 你跟总统不当过演员吗 就说有些问题 你不要以他的出身 来看他如何决定 至于台湾的问题 我认为川普先生 其实商人他也知道这其中 是厉害关系 但是他有些问题 就说是台湾什么当筹码 首先呢 我认为 美国不会被接人是左右 是吧 台湾和大陆的关系 他会处理好的 好的 一个中国的问题上 会处理好的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张先生 下一位是还是河北的 河北的刘先生 刘先生你好 河北的刘先生 您抓紧时间 看来 我听到了 请讲 关于刚才这个话题 说拿台湾 美国拿台湾 当不当筹码 关键在于台湾跟大陆 你本来就是一个国家 你非要搞什么财毒 你能挨援美国 抓住你小便子当筹码吗 对不对 你是不是台湾 你自找倒霉吗 好的河北的刘先生 谢谢您 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了 我们刚才三位听众观众 就有两位 站在比较 这个 跟大陆官方的立场 是基本一样的 刘先生 好的 刚才那有一位张先生 他提到了雷根 大陆好像叫雷根 雷根 雷根演员出身 不过雷根做过非常成功的 加州州长 如果按GDP 加州独立的话 加州是世界第八大国 所以他有没有担任过 这种领导的行政职务 跟他将来在 尤其是开始的时候 推动政务 还是有些差别的 我倒是想到了 雷根当时做过另外一件事情 他在竞选的时候 就是说他要恢复和台湾 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可是当然北京方面 对这个谈话是非常不满意了 那么雷根在当选到就任之间 他就派他的副总统当选人 老布什访问中国 那么也就是向中方说明 他究竟将来怎么样做 怎么样走法子 也就是说 刚才黄介正教授 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美中之间 他是经过了多年的磨合 然后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基础 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有他的基础 所以这个基础 如果你要是 这个不精心的 或者有意去动摇的话 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不可不慎 好的 那台湾的黄教授 您对我们刚才 三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 或者问题 您有什么回应 中国大陆 不论是党中央或政府 或是一般民众 对于海峡两岸的关系 基本上共事程度比较高 那么我想台湾也会有一些朋友 希望能够透过正当的交流 也让大陆的民众也了解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也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观点 不过从这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来看台湾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清楚的了解 就是台湾自己本身并不愿意 我们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 那么已经106年了 那么不希望 因为我们跟美国发展关系 去影响到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 同样的我们也不希望中国大陆跟美国的 不管是领袖峰会或者是平常的日常的交往 也不需要也不必然要影响到台美之间的关系发展 当然这个是一个理想性的看法 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彼此相互尊重 共创双赢 那个可以跟两个双边关系并行不备 好的 那么我们注意到台湾驻美国副代表 这位叫苏瑞仁先生 他特别警告美方 不要以台湾为妻子 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大陆做利益交换 那刘先生 您怎么看苏先生的这种强调 在朝鲜问题上 我突然想到1972年 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之前 在夏威夷的美军司令部那个官邸 听说他写他这么个条子 越南等于台湾吗 打了个问号 他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当时深陷泥闹的是越南问题 有没有可能和中国在越南问题上 达成一定的协议 中国不要支持越南 美国也就不要支持台湾 至少在很多事情上可以有些调整 那么这个说明了 这种大国之间交易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谈判的时候 小国或者周边国家经常要担心 利益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苏副处长提到的就是说 会不会变成说 美国希望在朝鲜问题上 中国能够加把证 那美国就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就多让一些 我想这中间有几个很大的问题 在哪里呢 一个很重要的 黄教授刚才提到了 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长久的关系 它不只是一种情谊 不只是有利益上的因素 它也这个历史的因素 它有很多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价值观 而相对的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 它恐怕也未必能够如美国的愿 你是要说这个中国加入世界各个 一起来对付这个朝鲜 恐怕中国它会考虑 它自己的战略利益 考虑到它和这个朝鲜之间的 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 恐怕中国还不一定会这样子做 但结论就是说这种大国之间的 在它谈判在对话的过程中间 小国或者周边国家要时刻保持警觉 这也是必然的 那么我再请教黄教授 您觉得朝鲜问题可以 会不会有可能被这个两国 美中两国峰会呢 拿来作为一个利益的交换 当然是以台湾为筹码 那么除了朝鲜问题之外 还有哪些呢 可以让川普政府考虑跟大陆来做利益交换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都从各个不同国家的位置来看这个问题 从北京来看台湾问题 台湾不是北京可以愿意 台湾是核心问题 不会拿来当作筹码 即使别的国家想要拿台湾来做筹码 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台湾怎么会是你的筹码 同样的北韩的问题 那么并不是说美国和中国大陆讲好了 就中国大陆一定可以做 或者是北韩就一定依照大国所设定的轨迹 来继续走这个局 我觉得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峰会 又以朝鲜半岛的问题聚焦的话 更凸显的就是 即使是大国并没有办法完全主导朝鲜半岛的问题 两方才要见面才要来这个相互的磋商 如何把朝鲜半岛的安全的威胁把它降低 那这个要解决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美国和中国大陆 现在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朝鲜半岛问题 也只是彼此双方先把步调调整一下 并不会因为一次的峰会 就可以要求北京做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大国安排好 北韩就会因此服从大家的规划 这个不太可能 我们过去24年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现在也不容易 所以谈判利益交换也不一定就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如果会的话 现在我们已经有大量的网友 他们发来自己的评论 我呢 对不起啊 我不能一一都读 我就选了跟我们有关 跟我们讨论有关的 比较重要的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一位网友叫Harvard 他说台湾是美国的筹码 还是美国的盟友 重点在于台湾怎么做 日本和美国修订了美日安保条约 加强了军事合作 确认了防卫范围 并协入法律 日本现在是美国的铁杆盟友 共产党也忌惮三分 那么台湾是否应该效仿一下 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玩平衡 最终呢 有可能完成乌克兰克里米亚的局面 Ed Chow这位网友呢 他说在国际现实当中 小国沦为大国交易的筹码是必然的 台湾也不外于此 我们需要讨论的是 中美双方之间的交易 会从多大程度上损害台湾的利益 如果说台湾的核心利益 是维护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自主地位 那么中美交易有没有可能 伤害台湾的自主地位 我觉得这位这个Ed Chow这位网友呢 他问的问题也是我 要向刘先生请教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刘先生您觉得啊 如果比如说万一这种利益交换 会在峰会上实现的话 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川普总统 他会在中共的要求或者压力之下 牺牲哪些台湾的利益 如果会有这种局面 哪些台湾的利益 刚才我们这位网友也是提到这个问题 会在多大程度上伤害到台湾 好的 其实刚才有网友提到了 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这种铁杆关系 说这个台湾要怎么样调整 美国和台湾本来也是铁杆关系 是有共同防御条约的 美国在台湾有驻军的 美国在台湾摆了原子弹的 美国和台湾是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 后来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美国要考虑到 它要调整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所以台湾今天美国会继续 台湾还有什么样的 好让美国牺牲掉的吗 其实官方的关系 现在是至少在看起来 其实是非常缺乏的 那么你说再一次和台湾断交 已经无交可断了 所以美国能够牺牲多少 那现在就是一个军售的问题 可是军售的问题 别忘了美国有台湾关系法 美国哪一位总统 大概都不太敢动台湾关系法 一方面它是美国和台湾之间 双边关系的基石 另外一方面 它也确实是在国会里边 当初是以这种 几乎是一种压倒性的多数通过的 如果当时投票反对台湾关系法 不是因为不希望建造台湾关系法 而是觉得台湾关系法 对台湾的保护还是不够的 在台湾关系法里边 对于台湾的 对美国对台军售 定的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美国现在整体的民意 或者是美国现行的法律 这个对台湾的还是非常重视的 大家知道川普是民选总统 他还是要考虑到美国的民意 他还是要考虑到法治的基础的 那么有人也这样说 说这个台湾问题 本来就是川普总统的一个如意算盘 那就是他想空手套白狼 抛出一个本来就不是问题的一个问题 然后他在承诺 我要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样就可能北京在其他可能引诱 或者是使北京在其他方面来做出一些让步 那台北的黄教授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从逻辑上面来讲 这种论述大家应该比较容易接受 或者想当然而 但是我觉得中间有一些调诡的地方 首先我们要了解 今天台湾是不是一张牌 是不是一个筹码 不是川普一个人说了算 我们要了解 事实上在这一次川普当选 或者是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 以及目前有可能 鉴刺进入川普团队的里面 有很多对台湾非常友善的政治人物 在国会的台湾连线中间 有太多的参众议员认为过去欧巴马的第二个四年 有一些没有办法满足台湾需求的地方 所以现在整个友台的力量 甚至包括欧巴马去年12月 在卸任以前签署的2017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里面 中间有超过半打的随时美国政府依法 可以提升跟台湾的军事关系的 所以在美国手上 他如何加强跟台湾的关系 他本身是有动力的 另外还有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川普够聪明 他知道台湾就算是筹码 就算是一张牌 但是是一个超级敏感的王牌的话 我相信以他会谈判 会make a deal的这样子的一个精明 绝对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 先把王牌拿出来做交易 这个不符合他的形式逻辑 所以对于他来讲 台湾即使是被川普个人拿来做战略的运用 我相信也是当做后盾 当做王牌来用 不会是在开始就抛出去的牌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又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 要求参加我们讨论 我们来接电话 山东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你好 你好 我就是想说的是台湾吧 其实是就是说 他表面上是中国 但是说他现在已经跟我们分裂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就是被中共统一了 还是我们中国全中国人民的希望 我们所有的就是说中国人都是比较向往台湾的生活 好的 也希望台湾的民主能够伸入到中国来 谢谢山东的陈先生 下一位广西的彭先生 彭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台湾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所在地 中华民国曾经统治整个中国好几十年 台湾今时今日的地位非常尴尬 我觉得个人认为是美国应该负非常大的责任 当年他跟中共建立那个建交的时候 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所谓中美联合公报 在这个问题上台湾是被出卖的 是被当初卖打过一次 直到今时今日台湾到底算是国家 还是算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还是一个省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他带了一个块头 不知道嘉宾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 谢谢 以后我们嘉宾一定会回应您的这样一个问题 网友的评论 竹林七贤 他说我觉得美国不应该放弃台湾 放弃台湾就等于放弃民主理念 而且中共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这样对美国及民主国家都不利 这位叫Liu Terry Wang 这位王先生网友他说 随着中共日益壮大 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挑战美国来争取更大的主导权 如果美国今天将世界领导权共手 让给中共 那么美国在自由世界将失去越来越多的伙伴 就像在亚投行 这将对美国和整个文明世界是一个灾难 刚才我们的网友和听众观众都表达了他们的一些担忧 不过我们看到即便川普政府 他愿意拿台湾来做交易 恐怕也不容易 许多美国学者和政界人士都说 台湾关系法白纸黑字是不容预约的 那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台湾关系法在这呢 是的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这个台湾关系法是个基石 而且美国对台湾有一个所谓的六项保证 这个六项保证呢 现在已经是在美国国会 刚才黄介正教授提到了 去年通过的这个法案呢 这里边就等于是把这个六项保证 变成了白纸黑字 这六项保证里面其中有一个 就是美国不动不修改这个台湾关系法 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规定的 定得非常清楚 就是美国过去啊 他承认是中华民国 现在不承认中华民国了 但是这个他继续和台湾过去怎么样 现在继续怎么样 那个时候有效的一些条款条约 继续进行下去 当然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是没有了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台湾关系法 它是一个这个根本大法 等于是美中之间的 所以你知道这个在中国政府 北京当局啊 从来都不叫台湾关系法 都叫做与台湾关系法 是表示是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 但是他英文原文里没有这个语字 就是TRE 台湾Relations Act 也就是这个法的存在啊 对美国来讲 他很多你刚刚讲这个专家学者 第二人提到的他的位阶啊 其实是比这个条约 比公报 比公报更更更要这个 他这个基础啊 要更为坚实一点 因为公报呢 是双方行政部门签的 他并没有经过国会审核 而这个美国这个对这个台湾关系法 他是经过这个国会两院通过 然后总统签署实行的 所以他在位阶上本来就是不同的 好的 那么请教台北的黄教授 您怎么看台湾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台湾关系法 在维护台湾利益方面的这个保障作用 台湾关系法 自从这个 我们跟美国断交以后 马上受到国会高票的通过 这几十年来确实维持了 台湾和美国之间非官方 但是非常强韧与强劲的双边关系 那么最近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 那么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 我觉得在美国 不论是政治界 商界 科学界 教育界 都有很强劲的这个支持的声浪 希望台湾能够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 也让台美关系的提升 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目前整个看起来 台湾跟美国的双边关系的加强 是有超过于过去的 所以我认为在现在来看 不论美国总统他个人的性格 或者是他个人 对于与中国大陆打交道 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相信美国整体政界 甚至商界对于维系一个华人的民主的典范 那么存在于西太平洋 不论是对于美国整个第一岛链的战略地位 或者是对于中国大陆未来的政治 可能的变革与发展 都具有垂范的作用 我相信美国认定合乎美国利益 保有台湾独立自主 持续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是符合美国利益 好的 那刘先生您刚才提到了对台军售这样一个问题 外界盛传就是说在川习峰会之后 川普政府可能就要公布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对台军售案 那有人就认为 这好像川普并不想牺牲台湾 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 其实这个军售本来在欧巴马总统卸任之前 就已经大体底定了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也是在华府有这么一种说法 因为川普他就开始和台湾好像特别好 然后又挑战一个中国 所以欧巴马不是在白宫的记者会上的时候 又有一番说明 为什么美国和台湾关系如此这般 就是想要做一点缓和 所以就把那个军售案子可能留下来了 留给川普 但是也正如您所说的 其实也就是这个黄介正教授说的 就是台湾在西太平洋 它是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典范 也是美国或者自由世界的一股安定的力量 所以这个对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 它有其他的方式来使台湾继续安定 这个对整个中国的民主的前景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军售会显示川普总统他的决心和做法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说这也许还是川普总统他抛出的一个气球 如果中方满足了美方的一些要求 那就可能取消军售 所以还是筹码 那黄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 美国对台军售基本上是对美国整体亚太战略布局的利益 尤其是在川普总统 他要求所有的盟邦不能当freerider 要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 台湾介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 介于日本横须赫和菲律宾的苏比克丸之间 他的战略核心地位对于中国大陆对于美国来讲都是非常关键 这也使得台湾除了不论两岸之间两岸一家亲或台美之间的共同战略与价值利益以外 台湾本身就具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中间点 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够改变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对台军售对美国自己有利 那么再细节的问题才是谈说 美国对台军售对于台湾本身的自我防卫战略 是不是能够接轨能够结合 好的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 我们感谢黄介正教授和刘平先生 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 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 山东刺杀如母者案的背后黑幕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VOA卫视收听收看 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